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收看16秒的生死抉择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我们知道时间有很多的单位 一天24小时 每小时60分钟 每分钟60秒 俗话说时间稍纵即逝 我们随便愣个神 打个盹 几分钟就过去了 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特别留意的话 很难对于一秒一秒的时间产生感觉 比如16秒 我们可能觉得那就是一晃而过的事情 但有个人却不得不经历一场 只有短短16秒的生死抉择 那么他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危机 又是如何做出抉择的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这本 由杨昭辉编著 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 和平年代的英雄精神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一名中国军人 16秒的生死抉择 在今天故事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张照片 照片当中的这名飞行员 名叫李建英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 照片当中的他 面带微笑 目光 沉着 而坚定 然而 没有人会想到 这样一位优秀的飞行员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将自己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42岁 让我们把时间 拉回到2006年11月14日 这一天 甘肃临桃 晴空万里 适宜飞行 上午11时17分 李建英驾驶战机 照例执行训练任务 一切正常 然而 正当他要返航降落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书上说 12时04分09秒 639 也就是李建英的代号 他说 而12时04分15秒 李建英说 又过了三秒 12时04分18秒 他又说 他又说 而12时04分25秒 飞机 解体爆炸 这是代号639的飞行员李建英 和塔台的最后三次通话 那么 他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 放弃跳伞 而选择迫降 这短短的16秒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李建英 李建英1964年出生 18岁那年 因为成绩优异 被招飞入伍 从进入航校开始 他共安全飞行了2389个小时 5003架次 书上这样说 在飞行中 他沉着冷静 按张操作 把每一次飞行任务 都完成得无可挑剔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 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素质过硬的军人 意外 却找上了他 书上说 2006年11月14日的 12时04分09秒 当飞机距离机长2900米 高度194米的时候 突然遭遇歌群的撞击 发动机发出了 砰的一声巨响 接着 机身开始剧烈抖动 发动机的转速 陡然下降 大家可能听说过 鸟撞飞机 是一个世界性的 航空难题 有些飞机 有两个 或者多个发动机 那么 如果发生鸟撞 飞机 可以立即关闭 那个被打坏的发动机 实施破降 但是 李建英驾驶的 战机是单发动机 想要破降 难度巨大 几乎可以说 是不可能完成的人 那么 李建英 会如何反应呢 书上说 李建英在第一次报告中说 要调整 跳伞 调整 跳伞 他到底 要调整 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遇到这类情况的时候 飞行员通常都会报告 撞鸟了 跳伞 然而 李建英 却非比寻常的 没有第一时间跳伞 而是 要求调整 但是 调整 那就意味着耽误时间 要知道 在如此危急的关头 每一秒钟 都会决定着 飞行员的 生死存亡 李建英 为什么 要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继续来读书 在 歌群撞击点 到飞机坠毁点 2300米 跑到延长县的两侧 6800米范围内 有 七个自然村 一处 高速公路收费站 还有一个 砖瓦场 沿下滑轨迹 依次分布有 三个村庄 共 268户 住着 3500口人 当时 飞机上 有800多公升 航空油 120余发 航空炮弹 一发 火箭弹 可想而知 如果他选择跳伞 那么 失控的飞机 就会像一颗 重磅炸弹 落到下方的村庄里 后果 不堪设想 就这样 经过短暂而又紧迫的判断 李建英放弃了跳伞求生 冒着生命危险 要求 破降 书上这样说 眼看着战机 就要接近跑到延长县 他再次报告 我把起落架收起来 破降 就这样 战机急速下降 在12时04分25秒 当战机接地向前冲出39.3米的时候 撞在了高出地面3.5米的水渠户坡上 坐舱和机头部分折断前抛 战机爆炸解体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就是当时的事故现场 在照片当中 我们能够发现 李建英同志 已经和战机的残骸 融为了一体 无法分辨 但是 爆炸现场 却没有任何群众伤亡 最近的一位群众 在距离爆炸现场 不到20米的地方 书读到这儿 我不禁感慨万千 16秒的时间 在跳伞求生 和冒险破降之间 李建英选择了破降 16秒的时间 在自己的生命安全 与群众的安危之间 李建英选择了保护百姓的安全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出的本能选择 这是一名中国军人的坚定抉择 中国军人 就是这样的群体 面临危险的时候 他们要把生的机会留给人民 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生命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只有一次 不可重来 但是他们无怨无悔 因为他们是中国军人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和我们今天一起读书 更多好书 期待与您分享 咱们下期见